Hello大家好,我是RT 疾風戰士是一部27年前的經典原創 機器人動畫 香港又稱它為疾風無敵 銀堡壘 欺乃殺人運動 少林足球的開山始祖之一 今天就讓我們來複習一下這部27年前的經典作品 疾風戰士吧 那是一個風和日麗 艷陽高照的日之 咱們傳說中的銀社堡壘隊正在足球場上 跟他們的10對頭黑暗王子隊施殺 除不知一開場咱們的黑暗王子隊 就使出了萬眾幾代的CT 一把便將球搶了過去 看看這一連串漂亮的禁閉購物 還有那響噹噹的頭錘 再加上這個雙重手擠 不愧是我們足球界的最佳典番 粗魯的動作連連擺出 該王子隊情況最佳好厲害啊 這豈只是粗魯而已 根本就是往勢力打的呀 帥品 小明明啊 粗魯的 拼拼足球嗎 這真的要笑 好 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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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 你咱要這樣才有趣 懂不懂 不想看待會就回家去 是啊是啊 小時候的我就跟這群孩子們一樣的反應 而成人之後的我的反應 就跟後面這些大人一樣 沒有這些拳打腳踢 還怎麼演下去呢 真的是未來預言大師啊 太寫實啊 我們一撐的電視動畫 就是這麼的高威 現在點根煙落個溝度要打馬賽克 電視購物跟廣告一堆肉奶都不用嘛 真的是好邏輯啊 不過現在也沒有多少人在看電視了 咱們繼續回到正題 是不是就在此時 咱們的融建一個習慣動作 並用手去擊球 就這麼被判犯規 想不到吧 偷錘 替人 電擊棒都不算犯規 只有手碰到球才是犯規啊 這就是我要的足球 哎呀 手出球 手出球啊 銀色堡垃圾的代表真是太丟臉了 就這樣殺人隊伍拿到了任一球的發球權 而咱們的麥克此時還是殺人隊伍的一員 所以他在另一邊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於是黃金堡一個大腳準備射門 忽然兩個球員將銀色堡垃圾的守門員架住 原來黃金堡不是要射門 而是要射人啊 就這樣 咱們的麥克終於看不下去了 開始指責黃金堡怎麼可以射人呢 最多也只能射臉啊 不 不是說射球們啦 啊 對不起 下一次我會讓你也加入一起玩的 原來是我們的麥克都沒玩到的緣故啊 搞得黃金堡超連忙勸阻他 我負責把他打倒 你趁這個時候把球死定球門 少跟我裝算了 我想打真正的足球 結果肯定是沒用的 怎麼麥克是氣得直接下場 不幹呢 哪那麼簡單 你說退出就退出啊 我要退出 球團老闆不會允許的 你發什麼神經啊 不這樣的話 我派人替你修理 我告訴你 我正常的很 腦袋有問題的人是你們 你們就是因為不正常 你們才會拼命的想破壞對手的身體 來贏到勝利 說得真是太好了麥克 只有不正常的人才會整天想著以武力 統治別人 最後可想而知的黑暗王子隊 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 而麥克肯定是要預料之中的 遭到各大球隊封殺 而這群純真爛漫的孩子們 果然不簡單 對勢不對人 看到麥克還是一轟而上的要求簽名 像這樣容易的一件事做起來卻很難 影片的全看到黑影就開槍的現象 在現在的網路世代是比比結實 那麥克為什麼不去銀色堡壘隊呢 因為他們太弱啦 畢竟麥克還是要賺錢養活自己的 殊不知黃金堡又來歸勸麥克 而且是物理善得 想當然而的還是被麥克給轟了回去 我懂啦 我會轉告老闆的 你這個傢伙就算經過修理也是沒辦法使用 傻瓜病是永遠的修不好的 沒錯啦 這句治理名言在27年前就已存在 是不是就在此時那個男人出現呢 你是什麼人 這到底接下來該走你逃路的人 懂了吧 嗨 嚇那個小鬼鬼 什麼 你到底是什麼人 而是在馬鈴玩又斯皮亞的誘導下 最後麥克還是跳槽到銀色獨角隊區 就這樣在路況上 黑暗王子隊爆打他們一頓 看著咱們麥克各種秀球技穿梭於敵陣之中 就在他最後射門的時候 一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黑暗王子的守門員 使出了比鬼影其他手 還要可怕的招式 鬼影無縫手 沒有任何空隙 我看你還怎麼射門 最後麥克家的守門員又被打爛了 就在求要進門的瞬間 不是 換守門員 守門員請能夠一個月不能替換 你想死吧 好 可以換守門員 沒錯 辣格拉能又出現了 而且單手就接住了黃金寶的射門 不愧是我們的馬鈴艾斯 立馬就將球傳給麥克反攻一波 阿死吧 不要管球了 把麥克給我破壞掉 沒問題 看我們麥克秀出他祖傳的大絕 斗掛金鉤 就這麼射門得分 殊不知每個黑暗王子隊的成員 身體裡都裝有特殊晶片 只要一聲令下就能直接讓他癱瘓 就像麥克現在這樣 而黑暗王子隊怎麼可能放過 這個大好機會射門呢 喔 不好意思 比起射門 先揍人 比喬妖精 迈克 這一個話我們來照顧你了 出現了 這個是黑暗王子會 最擅長的球場馬鈴 於是咱們的龍劍為了保護麥克 一個份不顧身就互在麥克的身上 就這樣剛好上半場結束 結果咱們的馬鈴艾斯還會做手術 三兩下就將麥克身上的黑暗晶片給拔除 於是就在麥克與馬鈴的完美合作之下 銀色堡壘隊終於奪得了人生中的第一場勝利 人間大陸 艾米琳 銀色堡壘隊 與艾米琳的重機打敗了黑暗王子隊 這是銀色堡壘隊在聯盟史上的第一場勝利 這個結果就算是大羅神仙伙伴也很難有敗法遇到的 不過本做最厲害的地方還是 咱們的機器人也要洗澡啊 想不到吧 後來黃金麥跟黃金貝只好來安慰他可憐的弟弟 咱們的黃金三兄弟終於起聚一堂 事實要為弟弟報仇 於是一謀詭計馬上就找上了銀色堡壘隊 鋼鐵超級聯賽的老闆們開會決定 要贏銀色堡壘隊堂堂一個足球隊去打蹦球比賽 想不到吧 而且不去打還要被虛逐出整個鋼鐵聯賽 就這樣陷入了兩難的絕境 這不是真的吧 欸 你們大家有沒有打過棒球啊 沒有 那就是強人所難咯 沒錯 就是強人所難 怎麼樣 裁判球陣旁正就連整個協會都是我的人 你怎麼跟我鬥 棒球要怎麼打呀 我怎麼知道 各位 棒球很簡單嘛 只要扶球打擊 然後快速上來啊 這樣就很可怕了 是啊是啊 就是這麼簡單啊 骰乖 麥克 想不想接受這個挑戰啊 蛤 這個事情已經越來越有趣了 這麼困是聯賽最弱小的废物啊 什麼事情都能夠發生啊 沒錯啦 更多讓你一想不到的有趣還在後頭呢 就這樣眾人開始棒球訓練 這麼的瑪琳艾斯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一球就把我們麥克連手套一起擊飛出去 看來想打棒球 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因此現在的銀色堡壘隊最需要的就是能夠接住魔球的捕手 而那個人就是傳說中的牛魔王 馬鈴的循循善友之下 坎文還是無動於衷 都是因為坎文有一個看過不去 當年他比賽時就差最後一步就能獲得勝利 殊不知對手就開始卑鄙了起來 住手 我老罪無神一球的下落 已經能打幾人來了 最後坎文一氣之下便將所有對手大謝八塊 就連自己的都沒放過 不愧是傳說中的蠻牛 欸不是啊 趕緊拿著球去得分啊 沒人收你了 咳咳 我是說 坎文會爆走都是因為 轉換突進模式的時候 城市沒設計好出現BUG才會如此 城市的蟲 沒有辦法除掉嗎 沒錯 就是城市的蟲 能不能除掉就不好說了 最後坎文還是在馬鈴的循循善友之下 加入頂側堡壘隊 就這樣終於來到了決賽當天 對上黑暗王子 他把隊 剛開始對上雜魚是各種山陣足局 直到黃金脈上場 馬上就被打出安打 拋累的時候也是不忘各種 KiKa Da Chuu 不愧是殺人運動的典範 而這樣的馬鈴其實還是沒有使出全力投球 才會被黃金脈打出2分全雷打 最後第一局就被拿走了11分 還打個毛線啊 就這樣輪到黃金脈投球 一上場就使出他那撤到脫褲的魔球 螺旋大殺球 把球像面條一樣搭就算了 被球棒擊中還會自動飛向打者 根本無此介的法組啊 你要人家等到什麼時候啊 想不到吧 差點打死人還可以這麼理直氣壯的 就只有這裡了 於是為了不被球砸到 鷹色堡壘隊開始不揮棒運動 數不知道高一死 莫告一張 既然你們不敢揮棒的話 我就用球丟你們吧 沒錯 你不打我還不會丟嗎 鷹色堡壘隊終於有人上來了 真是幸運 真的是太幸運了 賽品 後來鷹色堡壘隊還是被三上三下 換邊攻守 就這樣一直到七局上班 比數來到20比0 根本壓倒性挑戀 可以提前結束比賽了 殊不知凱文還是再度暴走 但呢 DEBUG這種東西 不是用眼睛跟電腦去抓 而是用心去抓 就這樣坎文成功用心DEBUG 就這麼超絕重生 隨即大棒一回就把黃金杯的破魔球 以每四足球的方式打出全雷打 根本聞所未聞 實在是太驚人啦 就這樣來到了九局下班 看來咱們的鋼鐵聯盟是沒有提前結束的規則的 只有殺光對手就獲勝的規則啊 於是在瑪麗全開的坎文面前 這麼瑪麟也一局瑪麗全開 使出傳說中的四四抽一魔球 那呢就算使出了魔球 最後還是以26比4結束這回合 後來第四個神源太郎一出場就對瑪麗下戰術 而戰術上只畫了樹枝跟柏牢鳥 正所以跟樹枝上永遠不會有兩隻柏牢鳥 就是這個含義 可你還看得出來是跳戰術啊 瑪麗 最後瑪麗跟太郎還是打成平手 太郎只好繼續躲進山裡修煉 直到第二場棒球比賽的最後 九局下班兩人出局二三雷有人的驚險局面 太郎總算出場 用他最強的劍道第一次對上 就把螺旋大殺球給打出全壘打 反敗為勝 後來第五位新人就是我們的籃球傻逼 祖兒 結果棒球比賽又不玩了 現在協會喜歡玩足球 他說踢足球就踢足球 而這個大鋼頭就是黑暗協會的最新得力戰將 於是比賽當天 咱們的祖兒也是各種賣隊友 我看你根本就是黑暗協會派來的間諜吧 那那個雜牌守門員肯定又要被打爛了 這樣才能換我們的坎文來當守門員 於是比速再度來到1比1平手 氣得我們黃金寶直接不演了 比速 我還可以啦 是不是咱們龍劍是整部作品裡最運的機器人 從來就沒有被打傷過 而就在這最驚險的時刻 我們的祖兒總算要出手了 沒錯 祂是真的出手去摸那顆球了 不過幸好我們的坎文還是釋出吃奶的旋律 接球接到翻過去 最終還是手下了這個危機 太神了 是不是就在這奇蹟的時刻 又被我們的祖兒拿到球 不過他這次沒用手了 直接漂亮的出角射門 踢進自家的球門 真的是 士巴拉西 歐美德都 這個回去要是沒把他給拆了 也要剁手剁腳 我看你根本就不叫祖兒 應該叫低男兒 看他的各種所作所為 絕對是對面派來的間諜 首先要來說說咱們最格格不入的機器人 龍劍 他其實是在一間街邊小工廠被製造出來的 因為工廠搞錯財物把他這麼一個空手道機器人送到銀色堡壘堆 不過不得不說這間小工廠做出來的機器人品質也太好了吧 跟其他那些路人機器人根本天朗之別 給我再送一百台不一樣的來 而最後在此時龍劍陷入低潮 為什麼只有自己打不好球呢 因為你是個殺人機器啊 就這麼開始懷疑人生 於是又被我們的敵人兒抓到機會挑撥離間 最後這個陰謀詭計肯定是被眾人所識破 反而讓咱們的龍劍覺醒他的怒之意 而那個低人兒還是沒有肉線 驚的跟猴一樣 直到那天他把足球踢到了別人臉上 你告訴我 為什麼比賽中不可以傷害人呢 是啊 為什麼呢 你看看殺人網球和殺人足球 還有殺人躲避球 哪一步不殺人的呢 那咱們的低人兒其實是在戴木鏡的沙大索底下工作 他因為被逐出天空鬥地場 只好隱姓埋名來到黑金財團手下做情報工作 低人兒就是當年被籃球聯盟驅逐 才被沙大索給撿回來的 就這樣低人兒傻都沒辦成 肯定有他好果子吃 那肯定是肉吃太多都不吃菜的緣故才會如此暴力啊 於是層次不足敗事有餘的主兒 還是遭到財團追殺 瑪琳跟麥克只好去拯救主兒 就這樣來到了殺人籃球的現場 想不到我們的足球仔跟棒球仔 居然還會打籃球 我看他們只是外表被貼上標籤而已啊 於是就在瑪琳跟麥克被打得替無完膚的同時 主兒終於氣暗投名 拿著敵人的頭直接代球上籃 就這麼拯救瑪琳與水深火熱之中 後來黑金財團再度下殺手 主兒為了保護老闆 只要犧牲自己被炸成智障 於是為了拯救主兒 必須把兩人的腦迴入連接才能夠治癒 不過瑪琳的聲勢也會因此被助兒之刀 就這樣來到了下一場比賽 出現了一尊以戰爭為目的開發的機器人 3X大鬧足球場 而且完全針對我們的瑪琳 只要他的腳邊有球 就會被打得叫媽媽 而這麼瑪琳的祕密 最終還是被黑金財團給發現 他就是當年黑金貢團製造 派去戰場又殘存回來的 鋼鐵戰士啊 後來3X直接爆走 開始無差別攻擊 那這武器就是各種 顏面射擊 就連自己人都不放過 於是銀色堡壘隊 只好全員一起上去阻止3X 打球要被打破還手 最後還要幫壞人擦屁股 這就是當英雄的代價 看看那些打不贏就加入他們的 真的很輕鬆啊 後來終於來到了足球聯賽的 冠亞軍大戰 再度堆上當初的黑暗王子堆 不過要先坐飛機到比賽會場 結果又是一個大拳套 才起飛沒多久就起火墜機 是不是這一切都在編劇之力的掌握之中 這其實是為了迎接第6位成員的套路啊 沒錯 就是我套路你的套路 DES 最終飛機迫降在一片冰山之上 就這麼跑來一群曲棍球選手 專門來殺他們的 那本作就是殺人運動的實助 運動選手間拆當殺手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那個第6位成員就是殺手集團的隊長 這麼馬鈴當年的老戰友 還非常好心的給他4個小時準備 一決死戰 就用傳說中的 冰上曲棍球 這幫殺手真的是太佛心了 來殺人還給對方時間準備 而這一群足球人跟一幫殺手 就在這座極地的大冰山上 打起了生死曲棍球 真的是世上最莫名其妙的一陣啊 太神啦 為什麼 什麼這些人被打倒了以後 還會再爬起來 什麼 明明已經很明顯 湯湯一個殺手 居然會有這種動搖的想法 這麼黑金財團派來的殺手 還是太嫩了 殊不知最後殺手團 因為防寒機有耗金 只好暫時撤退 而組兒的間諜身份也在此時被裁穿 就這樣又可以再拖一擊 那我問你 讓他們犧牲小我 倒了又爬起來的能源 是咱們生出來的 我也不會知道 大家的死就是能源 沒錯 用心發電才是永續能源的最好辦法 你不知道這在未來早就已經實踐運行了嗎? 後來組兒趁亂偷走防寒機油 不料還是被菜雞殺手帶個正早 你想當反劍是不是? 沒有 他想當的是犯劍 於是居立就這麼非常好心地放主兒回去 都是因為他覺得銀色堡壘隊不會接納組兒 殊不知殺手軍團已經很佛心了 銀色堡壘隊比他們根本佛心一百萬飛啊 屁都不堪一身直接接收主兒 這個間諜 就這樣銀色堡壘隊轉手為攻 這就是傳說中的用心發電奧義 木天劍 就這麼一刀斬斷暴風雪製造機順便開走飛機 居立也被他們的馬鈴所感化 於是黑金財團以為居立要叛變 就這麼發動鬧迴路攻擊 搞到最後銀色堡壘隊非常順便的就把不能動的居立給一起搬走 從此被加入隊伍 一伙人就這麼逃出生天 於是眾人遍體鈴傷的趕往決賽現場 一開場果不其然的又是一陣拳打腳踢飛來 是不是黃金山兄弟還能駕馭場上的強風 根本九死一生 沒法比啊 就這樣每幾秒鐘 就被黑暗王子隊拿到一分 就是他們的距離上一秒還在殺人 追秒就成了堂堂正式的運動員 又那麼點快的突兀 就是了 你阿嬤的還好意思說啊 那些揍人的都很正常就對了 就這樣眾人苦撐到麥克商場 一招必殺季麥克懸風球 瞬間就把比數拉回平手 最後麥克乘著坎文的手飛上驚天 瑪琳與主兒也一起一飛衝天 就這樣三人一起使出本場最屌的合體驚 勾勾勾勾勾勾 射門得分 他們的銀色褒雷隊終於奪得賽季冠軍 為整個鋼鐵聯盟洗了一大把臉 就這樣七位主力隊員終於全部到齊 足球隊剩下的四個位置就交給其他炮灰機器人們輪流替換 讓他們頓時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是不是炮灰永遠都是炮灰 再怎麼掙扎你們的外型也永遠都是路人機器人 縱使特別出了一集讓他們重拾自己的信心 雖然令人為之動容 卻從此之後一直到本片的結局 那七位主力還是永遠在場上踢球 這就是運動員要面對的殘酷現實啊 後來的全國總冠軍賽 黑金財團老闆的兒子初來搞事 黃金三兄弟跟刀疤鐵頭都被換下去 初雷隊瓦魯秋雷隊 看看這造型這配色 福音戰色的量產機是不是參考他們的呀 這隊就是真的機器人啊 完全由我們黑金少東操控 還能夠使出銀色堡壘隊的全部絕招 根本就在打現場電動啊 打得咱們黃金堡都看不下去出來鼓勵他們 完全就是改邪歸陣的前招 反而像這種不能用心發電的破銅鞍鐵 最後肯定是贏不了我們的銀色堡壘對敵 全員又開始用心發電 本來已經完全動不了的機會 奇蹟試著再度站了起來 這肯定是偷偷用了太陽能板 剛剛躺在地上那麼久都是在光合作用啊 最後機器人一起使出了全新的大絕招 為個劍尼角尾角大射門之書 嚇得少東馬上讓黃金三兄弟回到場上 就這麼開啟洗白之路 完全不打人了 要來一場堂堂正正的對決 就這麼一路打到馬鈴跟黃金堡 暢身共鳴 這才讓他想起了原來馬鈴愛吃 就是那個當年打爆他的藍能 白銀佛萊底 就這樣三兄弟不斷地使出三人合體機 真空爆裂龍捲風 還是無法突破坎文的防禦 為什麼 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呢 他們還能夠戰鬥 他們已經受到很嚴重的損傷了 怎麼還會這樣子 黃金堡 你還不懂嗎 我們有共同奮鬥的夥伴 我們有可以互相信任的同志 就是這個 是我們湧出力量的 沒錯 就是傳說中的用心發電啊 最後三兄弟不要命的再度使出三人合體機 直接將雙方的球員全都炸成智障 數字馬鈴和麥克還是站了起來 此次最後吃奶的力氣將球給射了出去 就這麼反敗為聖多德全國總冠軍 我始終覺得很好奇 你一度離開鋼鐵聯盟的球場 現在為什麼又回來呢 我回來的目的 是要讓正義的精神回到鋼鐵聯盟 沒錯 這就是整部疾風戰士的最終目標 而戰敗的黃金堡跟黃金輩都被做成的戰爭機器 只有黃金脈一人到處逃穿 可憐啊 這就是抵抗黑金財團的下場啊 於是馬鈴跟麥克就這麼跑去幫助黃金脈 拯救他的兄弟 而黑金財團其實一直都將性能良好的運動員 改造成兵器賣給軍火商 讓他們到遙遠的宇宙去搶奪珍貴之源 而馬鈴就是那個性存回來的男人 說不知黃金堡還是被改造完成 結果有刀不用的黃金堡居然又跟我們麥克踢起球來 真的是視訊不改啊 最後差點被炸死的麥克 將自己儘存的能量傳送給黃金堡 就這樣把他給喚醒 在他的託付之下 跑去幫助馬鈴跟弟弟 一起拯救被改成縱裝鋼彈的黃金杯 說不知馬鈴有更好的喚醒方法 那就是跟他打棒球 這個架勢到底是什麼 我的身體怎麼會不由自主的發生反應 怎麼回事 這個我記得好像在什麼地方看過這個球 是魔球 我加了魔球在裡面 就這樣一球入魂 咳咳 我們說一球入魂 讓黃金杯直接醒了過來 就是這個 就是這顆球 我知道了 我想投的就是這顆球 沒錯 結果黑金財團又派了量產型基恩來絞殺他們 最後運動員還是要有運動員的樣子 黃金杯超越極限的投出了他不可能投出的 44超陰魔球 就這麼一球將基恩全部炸成智障 搞得我們黑金老闆基洛奇終於親自出面 而他們的馬鈴就是為了拯救AI機器人 不再成為戰爭的犧牲品才如此拼命的 像這樣拯救AI的劇情 早在27年前就到處都是啦 最後終於輪到我們的龍劍發威 一招龍斬拳 就在黑金財團的地下打出了幾十公尺的裂峰 這才成功救回我們的馬鈴一夥 終於讓黃金山兄弟重獲自由 跑去浪晴朗的下午 這麼的馬鈴自從拿到神秘的光碟之後 便毅然決然地離開我們的雲射堡壘堆 這樣的決定上透了老闆的心 還有當初那些被他拉進來的物謂球員 最後馬鈴還是把理由告訴了所有人 而一切的秘密都在那片 光碟片裡 只見片中的球員喊著 笑致我要見來了 便把他的刀片插進對手的身體裡 實在是太殘忍了 不過這次的破壞程度真的不是 黃金山兄弟那樣的半家家酒而已 完完全全是往食一打 沒有打到炸開不會罷休的那種 這才是名副其實的殺人運動啊 然而這些殺手其實都是流浪球員 而馬鈴離開球隊就是要去用球技 將他們打回正常人 我要讓那些流浪球員們回路 再度沸騰起來 讓他們找回自信跟尊嚴 你是誰啊 你這小子 算得一根蔥 你在問我 什麼我是一名偵探 我叫做 公同精英 是的 就是要讓他們的回路沸騰到 騷壞的意思 可是他們是殺人犯耶 不是應該抓起來乖嗎 信義同血 還是說這世界殺機器人 都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囉 說不知他們老闆以為已經蛤屁的老輩 莉卡特突然現身 而一直在老闆旁邊的那位 其實是莉卡特的弟弟 於是在莉卡特的請求下 才讓馬鈴決定出動 而且千交代萬交代 不能告訴老闆跟教練 然而依照動畫藉著尿心 這麼嚴的結果就是一定會被發現 大家都是平房子 你說什麼大事不好啦 呃 那個呃 大家受到了攻擊 受到攻擊? 受到誰的攻擊? 就是攻擊老闆爸爸派來使者的那些人 爸爸 沒錯 又是我們的主兒 永遠都擺脫不了地能耳的稱號 就這樣全員一起去找莉卡特順便露營間訓練 說不知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一艘宇宙戰艦從訓練場旁邊的海底浮現 沒錯 真的是宇宙戰艦 這麼馬鈴當年就是做了她從戰場回來的 因為這麼一個好東西居然藏了這麼久都不拿出來用 真的是太浪費了馬鈴 於是第一站來到了叢林都市家屋 結果馬上就接到了勇者們的任務 聰明立住著可怕的怪物 三步五時就把機器人抓起來痛扁一蹲 這讓當地的居民非常的頭痛 有我偉大的祖兒來幫你們趕走那個怪物 蛤? 你是說真的嗎? 你太可以忘形了 我們現在很忙的 沒有時間在這裡打妖怪啊 你知道嗎? 是啊是啊 超忙的好嗎 還能在這裡聊天 但是這是一部正能量滿滿的動畫 這麼明顯好用的動畫套路又怎麼可能放過呢? 而那個怪物其實就只是一隻夜深的籃球機器人罷了 那麼這次咱們要打什麼球呢? 沒錯 咱們的低人兒總算有了千載難逢的發揮機會 沒錯 我們鋼鐵球員都是用球在溝通的 絕對不是用拳頭跟腳來說服對方 就這樣祖兒跟對方來了一場一對一鬥牛 原來這就是壯士斷腳的決心啊 最後祖兒使出了他一身中唯一的絕招 超~~~ 銀行碑碼大射狼 但是本作演到現在 終於讓我們的主兒帥了一次 不過他還是擺脫不了低能兒兒的稱號 這樣就可以了 剩下的只要把能源灌進去 他就可以像原來那樣行動了 你太厲害了 廢話只是有苦破掉而已 就這樣銀色堡壘隊再次援助了一位失學少年 那些被他襲擊好幾年殺了好幾個機器人的村民們 夜深的話不說了就接納了他 讓這個失弱的叢林都市再次煩農了起來 接著來到了第二站 對上馬鈴的老三友荒野之音 那些傢伙就是銀色堡壘隊 機型砸七砸八的 這些傢伙居然是正規登記的隊伍 我還以為他們應該會稍微像樣一點呢 沒辦法 當你的隊伍本來在剃足球 又莫名其妙的被叫去打棒球 後來還要打去棍球 籃球網球 趕難球 這個時候你的隊伍也會變成這樣啊 時間差不多了 你準備了 移開你的髒手 不准碰我寶貴的肩膀 嘿 真的啊 安道就是多年前的那位肩膀王嗎 原來都是動畫教壞他的啊 我的小孩是很乖的 就這樣 黃野之音被銀色堡壘隊的各位棒棒擊中 差點就被打成智障 最後馬了一個短打後迅速跑累 黃野之音肯定是要快轉一輪 哎呀 你怎麼不閃開呢 都告訴你叫夜蠻螺旋球了 夜蠻的我本來要傳一輪 卻自己飛去撞你啊 黃野之音 把滾燙的機油 灌進你那生蠻野獸的回路裡面去吧 阿莫名其妙 要這樣我的回路會全部傷壞好嗎 那不然我換個說法好了 啊 阿虎啊 我今天開始 你是我家的仆人 給我下廢鞠躬 快點 不要胡鬧了 就憑你們 有資格當我的玩伴嗎 要知道 我個人擁有曾經得到戰鬥怪獸卡 全國大賽冠軍的實力 簡單的說跟你們的程度是天地之差 去你個蛋蛋面 是不是更意想不到的是還在後頭 馬鈴將所有的鬥魂冠就在這顆球之中 荒野之音 我的能量要進來了 就這樣擊中他的荒野之音 瞬間被打從任毒二麥 整個精神都耗了起來 考試也都考一百分 太令人懷念 我這個感覺 我全身的機油都已經沸騰起來了 最後銀色芭蕾隊又一次的援助一名 失學少年 再度往下一站出發 於是這次他們要打的是殺人排球 也是他們疾風戰士第一次的排球體驗 想不到吧 打拍球居然會飛根本無敵啊 零色堡壘隊援助成功 後來不小心脫隊了太郎 在因緣忌諱之下 找到了利卡特 還是在一群磚搶黑金財團的殺賊傳送 而他們的利卡特就是傳說中的忌吃 這要是機器人不管善惡 世人都會救知 而太郎對於搶劫的殺賊非常感冒 對於幫助修理他們的利卡特 也非常的不解 我問你 為什麼月亮會在那個地方 月亮 對 那個是月亮的字 這是一個相當有深度的回答 當時看電視的小朋友 最好是聽得懂他在攻殺小 就跟現在的太郎一樣 我沒有辦法理解他話中的意思 這表示我還不夠成熟 到底利卡特先生的話 是在暗示些什麼呢 一次動畫就只能夠用行動去解釋 被搶劫帶走的黑金機器人 都會在修理完後被放走 而想留下的也會被接納 後來太郎還是看不下去 搶劫的行為出面之子 當然利卡特還是沒有絲毫的阻攔 難得不搶劫的話 殺賊傳的眾人就無法生存下去 一次太郎只好用他的木天劍 瘋狂的援助殺賊王 最後這麼讓他不再當殺賊 回家吃自己 甚至利卡特要太郎不要透露見果他的消息 這樣才能讓故事繼續掰下去啊 就這樣更扯的故事膽生了 吸血鬼機器人來贏聖靈 只要被吸血鬼咬過的機器人 也會變成吸血鬼的同類 想不到吧 是病毒 蛤 病毒 它是被吸血鬼機器人吸走機油的時候 還同時被注入了病毒類的某種化學物質 那個被咬的對於老美鬼就是咱們的Giri 就這麼開始一當年 Giri 報告你的狀況吧 轉動性能百分之七十平均運轉 沒有辦法直接回Giri 等著 請你一個人回去吧 什麼 難道就是傳說中的那個JJ嗎 最後Giri逼不得已的抽光JJ的機油才活了下來 現在卻變成吸血鬼瘋狂的攻擊馬鈴 雞油 雞油 GZ 快點清醒一點 如果說那麼想要雞油的話 我的雞油全部都給你 這傢伙是不是有病啊 這麼做就可以救出你的話 我不在乎把我所有的雞油都送給你 這不是真正的鋼鐵球員 想不到吧 只要有心沒什麼不可能的 後來我們的美廠長及時做出疫苗 送到了馬鈴面前 GZ 要發射了 沒錯 就這麼不偏不移的進去了 真空拯救距離於水生火熱之中 後來就連殺人保齡球都出現了 看來這個世界沒有我們銀色堡壘隊不能打的球 一個都沒有 太好了 全部打倒了耶 是啊 那是因為對手的目標是你啊 打到最後對手不惜使出大絕招 對這些笨蛋鋼鐵球員睜開眼睛吧 這就是鋼鐵保齡球的最大秘技 打轉閃光 我要大轟炸 真的是太轟炸了 硬生就把馬鈴跟麥克一起轟飛出去 打轉閃光大轟炸 按照過去的記錄來看 沒有任何一位地球員 受到這招打轉閃光炸藥大轟炸擊中的人 還可以再爬起來 所以我說賽平啊 你的絕招名可不可以統一一下 講兩次都跟原本的不一樣咯 不過這次銀色堡壘隊 終於不用再援助師學少年了 而是援助師學少女 還一次兩個可喜可賀 後來就連高爾夫球也慘遭殺人化 不過結局也是可想而知的 而那些觸到馬鈴解放的鋼鐵球員們 在球賽之中更是正大光明的發光發熱 鋼鐵聯盟殺人的肉息 正在一點點的被瓦解之中 後來利卡特跟黑金少東打肚 只要少東打輸了 就不再玩流浪球員的遊戲 於是我們的龍劍又再度的覺醒 不愧是我們利卡特的親身兒子 偷偷地在他身上又裝了更強的核心乳 一招龍氣拳 直接把黑金少東隊全部弄暈 殊不知眾所期待的殺人網球 場到現在才登場 將馬鈴一伙打得是替無完膚 害怕咱們的麥克打成了蝦肢 馬鈴 你在哪裡啊 馬鈴 麥克 你的探測器被打壞了嗎 最後還是得看我們的親兒子 龍劍大顯神威 什麼 啊 啊 啊 是不是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所有被幫助過的鋼鐵球員全都到場幫忙 就這樣馬鈴一伙總算贏得了這場 危機四伏的比賽 難得搞了這麼大場面 你以為疾風戰士就在這裡完結了嗎 並沒有 後面還有黑金少東他爸跟世界巡懷賽要玩 還出現了最新的對手兄弟 你們是什麼人 居然敢多怪閒事 我的名字叫做打手雪碧 我叫做打手阿諾 喔 你們就是聰明的打手兄弟 沒錯 就是傳說中最愛打手的兄弟 跟他們比賽過的隊伍手 沒有一隻是完整的 那在這場世界巡迴賽 又被咱們黑金財團偷偷加了新規則 要先打過去棍球跟棒球 才能進入足球決賽之中 不過這次黑金財團總算是不打人了 那這門馬鈴的新魔球也就是在赤石誕生的 赤石誕 方形大魔球 殊不知要敗沒六配的故 在對於上進敵黑暗第一隊的時候 44Square還是被打手兄弟給看穿各種打著玩 順帶一提 這門的中配又偷偷的蓋了名稱 打手兄弟現在又變成了戰士兄弟 可能是覺得把Fighter翻成打手 實在是太智商了吧 那戰士兄弟其實是白銀三兄弟 老大白銀傑斯提斯跟老二白銀卡蘭 還有第三個白銀你們已經知道了 而且他們三個全都是由利卡特精心製造 全都裝了最新最猛的心靈零件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可以感染眾人 一起用心發電的緣故了 最後咱們的馬鈴艾斯 總算是開發出了世上最強的魔球 小行星加同胖 是不是這還沒結束呢 這一戰一路打到了第18局 還沒分出勝負 最終馬鈴艾斯好不容易脫離了白銀兄弟的枷鎖 這才擊敗他的哥哥們一局獲得了棒球最強冠軍 就這樣來到了最終足球大決戰 兩隊都堂堂正正的比賽 而銀色保留隊則是再次使出了七人合體氣 要胸哦 太龍 索爾 借稿了 好 麥克爾旋風球 這是我最後的成球了馬鈴 我來了 閃光爆裂兄弟姬 就這樣暫時以2比1領先對手 殊不知黑暗第一隊還在鬧內空 戰士兄弟完全看不及黃金三兄弟 簡直就把他們當垃圾攤 結果黃金三兄弟卻拼死的把銀色保留隊的絕招給擋了下來 就這樣讓戰士兄弟嚇得是目瞪口呆 這若曦更是熱血廢人的差點中風啊 雪碧 趕快站起來 黃金妹 把球穿給我為什麼 啊 大混蛋 把球穿給自己的隊友是天軍地義的事啊 現在可以對抗銀河堡壘隊的辦法 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 那就是可以團結所有人力量的團隊精神啊 沒錯啊 很多人假裝在做其實根本看不起隊友 這才是真正互相信賴的團隊精神啊 快點站起來 你就這麼沒用嗎 不到最後一刻千萬不可以放棄 把你的力量展現出來給大家看啊 啊 站起來 現在就站起來 就這樣四人聯手的必殺技 把我們的坎文聯盟一起給轟爛 倍數來到了2比2平手 雙方開始了拼死一戰的攻防戰 不斷的攻擊不斷的防守 互不相讓誰也不讓誰 雙方打的是如火如荼 觀眾看的是目不轉睛 於是銀色巴爾隊再度使出了超新新攻擊 將對方的球給反彈回去 是不是黑暗第一隊也如反好智 將球1給擋了下來 踢回去給對手 最後咱們的銀色巴爾隊 又一次的把球給擋了下來 再一次的六人連續傳球給馬琳艾斯 射出最終的小行星加弄炮 共識銀色巴爾隊就這樣 以3比2度的世界大賽冠軍 既若事業充實改邪歸正 真正的運動員就是要在比賽後 不管輸贏的欣賞與認同對手 哪怕是打電動也是一樣的道理 那麼我們的疾風戰士就到這裡結束 我是RT 尊重包容友善 我們下次見 掰掰